文的第一場的演講 剛才文的《少寶官》 它其實是從一個整個刀關牌的建制去講 那你們剛才《少寶官》手上拿到的那一張 就是評估表 那個表其實是以後如果你們真的到學校裡頭 那圖導師那邊當然會請文的老師們去篩選出 就是去找出我們《班上師父》有這些高關牌的學生 所以我們剛才的第一場演講 其實是先從整個高關牌的制度的建制來思考這件事 那我們接下來的三場演講 一直到下午 三場演講分別是把三個很重要的角色帶進來 所以等一下這一場的演講是學校社工 那再下一場就是學校補導老師 以及最後一場的是諮商心理師 那透過這三種不同的角色 讓你知道說我們是學校裡頭 可能也不是補導科老師 是一般科老師 可是到底社會上有哪一些資源 其實是在幫助我們的 那我們第二場的這個學校社工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說學校裡頭有所謂的三級預防 那一般老師在第一級的時候 其實那個角色是非常吃重的 因為你是直接面對學生 第二級到輔導室 然後到第三級就是學校資源的整合 所以學校社工師其實呢 在學校裡頭跟輔導師的接觸是非常缺密的 那他也被帶進來 變成是我們輔導高關懷學生裡頭很重要的一環 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就是蘇老師呢 他過去是學校社工師 那他現在的身份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他有非常豐富的學校社工的經驗 所以他現在轉換成學校社工師的督導 也就是他其實負責來 輔導我們的學校社工師看 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給他們一些支持 好 那我們就一起鼓掌 歡迎我們的學校社工師督導 好 各位年輕的孩子們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的學校社工師督導 我是引力 名字很好記 就是大家可以在各地看到的 歡迎光明的引力 所以就是應該很好記 那我接到就是洪教授他的邀請的時候 他是想要請我來跟各位談一下 就是在校園裡面 就是因為未來你們都會是教師 所以你們可能會是數學老師 體育老師 對嗎 還是全部都輔導老師 對嘛 就是會有客人老師 會有導 你有可能當導師 然後也有可能當輔導老師 所以其實學校社工師在校園裡面 要怎麼樣跟各位就是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然後就是把服務送到孩子的手上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標題 叫做落在校園外的孩子 那其實所謂的校園 我想要先跟大家談的是 其實校園它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定義 因為其實未來你們可能會到國中小 也可能會到大學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就是國中小的校園 其實硬體是很明顯的 可是大學可能會有一個大學層的感覺 那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談的是 因為其實未來你們都會是老師 你們在這裡的訓練裡面 針對老師的知識應該是很充足的 所以這些我其實也不需要再做提醒 但是我想要在今天的這一個 50分鐘裡面跟各位有一個連結 是希望大家能夠記得 你們今天就是去到校園裡面的所謂何來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會有很多的硬體 硬體就是外面可以看得到的教室 或者是圍牆 可是會有很多的軟體 軟體就是各位 其實我們給孩子什麼樣的期待跟規則 會讓孩子選擇留不留在校園裡面 因為其實校園它如果我們把它 又看成一個有形的狀態 它可能好像是就是在這個學校裡面 可是其實外面也可以施展 如果這裡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留 這裡是台北市 或者是新北市的人報名 像現在很多有所謂的社區牽手計畫 在新北市叫社區牽手計畫 然後叫其他的在其他的縣市 針對親發屬 針對衛生學位就業的孩子 它其實是叫做師父師徒制 它就是在外面的職業 可以帶孩子一起去探索 那像這些東西都是未來老師 你們可以去理解的 那我想要特別談的是 榮耀與光芒是會佔空間的 這句話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 這個是鄭傑 是沒有被判死刑的那個鄭傑寫的 他跟鄭傑在同一個校園裡面 然後他寫了一個投書叫做 我的學長鄭傑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孩子 所以他常常在學校裡面 會被廣播出來領獎 會被廣播出來參加比賽 會被廣播出來去做非常多的特別的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他因為鄭傑事件 他有感而發的去提到了說 其實榮耀跟光芒 他在閃耀的時候 其實另外一個鄭傑 他現在另外一個角落其實是很不被看見的 那因為這件事情我會想要跟大家談的原因是 因為我在書裡面有提到很多樣的孩子 可是這些孩子其實很重要的是 老師你們要給他一個機會 像其實剛剛我在跟賴保護官有討論到 其實現在很多的老師們 其實到校園裡面 我們可能帶著很多的信念跟愛 我們可能想說我們要給孩子好多的知識 那你其實在一個比較絕對權威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忽略掉 除了榮耀跟光芒背後 其實還有很多的孩子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跟讓大家去 在一開始我就想要先讓大家去想的是 其實校園不是只有你們看得到的校園 那我也想要在 就是大家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想說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學校社公司在學校裡面的工作 我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新北在職的老師 是 那個南區的對不對 對 是南區府資 可是志強國中它是一個很市區的學校 就是相對就是很資源很豐富 就是在新北 就是這裡如果有台北的有新竹大家可以知道 像我們新北這個老師他所在的地方 他是相對市區的 冰冰一點 但是也算是市區 可是呢 像我們新北有共僚 金山萬里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社區的組成 所以其實學校社公司在學生 在國教法100年修法 然後103年有學生輔導法之後 開始進入校園 然後很多人會好奇說 主要社公司進到校園 你們要做什麼呢 其實因為孩子他在校園裡面 像包含了 剛剛大家可以聽到賴寶官很精彩的演講 有提到就是司法的事件 或者是司法的少年 其實像這些孩子他在校園裡面 就像那個志強國中的老師 當你遇到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處理 他其實是非常繁瑣的 因為一個司法事件你不會只需要連結保護官 你可能甚至就是他要去出庭前 他可能要有一些司法的預備 那甚至是他返校返家之後 他可能要有一些友善安全的建構 那這些東西在連結的過程裡面 學校的這一端 很大的一塊我們要麻煩輔導老師 或者是學校的教師們 但是在外面的整個環節裡面 我們可能會需要學校社公司去做一些串聯 那這樣子講其實是很模糊 但是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先去思考一下 就是其實學校社公司 他是一個就是在家庭 學校跟社區裡面做串聯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都會去想 都會知道說 社會局的社工 因為社會局的社工 大家會說你跟社會局的社工有什麼差別 因為大家都知道社會局的社工 其實他在漏斗的最底端 就是說他就求他在照顧孩子的生與死 與救醫就是有基本的基本的照顧 可是大家都知道在這裡的每一位你們都是教師 所以都可以明白就是從孩子的基本 到他可以得以生活跟學習 這是非常長的一段路 那在這一段路裡面是我們要跟教師們 一起合作跟串聯 比如大家可以想到的是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家庭失衡的孩子 比如說他的媽媽可能因為吸毒離家了 他的爸爸可能就是做臨時工 他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這樣的孩子在在校園裡面 他都有來上課 那這樣子的孩子要不要報告風險 考題 考題 可能多數的學校會把他通報高風險 但是通報高風險之後 社會局的社工可能會去確認他的生活的狀態 有沒有就是爸爸 他可能會去財閥給孩子經濟補助 可是就沒了 可是這裡的老師們 你們未來都有可能當導師 你們也有可能是他的客人老師 如果孩子告訴你說 我昨天晚上沒有吃飯 但是我今天有來上課 那有些老師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就帶他去吃飯 但是這個可能是就一時 但是未來他的長期要怎麼去 讓他的家庭的功能會補足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是學校社工師 學校社工師進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是要連接整個家庭 也就是說 這個孩子在這個家裡面 他可能第一他需要自立 再來他需要一個照顧者 可是我們都知道爸爸需要去打零時工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來照顧他的孩子 所以我們要去找一些經濟資源去支撐這個家庭 所以其實很多的 我們跟很多輔導老師在合作跟分工裡面 其實是會有非常好的合作經驗 因為這個孩子他除了把身體洗香 像可以回到校園 需要老師去做很多的設計跟串聯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回想自己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太胖 太臭 太醜 都很容易比較不到朋友 我都想說我到底怎麼從國中畢業的 就是國中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 可是現在都年輕化了 高中國中化 國中口小化 所以其實很多的孩子 其實他要能夠好好的活著 很難 那天有一個小孩子衝進補導處 他說 老師 我覺得我想要自殺 然後哭了一把一把眼淚 然後綁了兩個超高的充電筒 然後看他已經國山了 他可以有點cosplay 他就綁了兩個充電筒 我真的很想自殺 然後我們就因為我們輔資中心是在學校裡面 所以有的時候孩子會分不清楚 輔導出來是輔資中心 帶也沒關係他就衝進來 然後我就說 欸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他說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電板 可是我沒有了 然後他們就說我是窮人家的小孩 這件事情發生在很複數的新北市 我說電板 然後我就想說電板 現在還有人用電板 我想說搭不到那個平板 我說電板 然後我心裡還想說 欸整個輔資中心 應該找不出電板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電板 然後我就說 你一定要電板嗎 然後他就說 對 真的他們都有電板 他們就一定要有電板 不然我就要去自殺了 哭得好慘 因為那個當下 這個對他來說是絕對 絕對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我就帶他 就邊走邊聊 我就帶他到輔導出 我想說輔導出應該會有電板吧 可是就在要走到快輔導出 輔導出在四樓 然後到二樓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就是一直大叫 我過程我有拉著他的手 因為未來你們到現場的時候 可能知道 因為有一些孩子 當他在很衝動的時候 因為校園 雖然我們有極盡可能的安全 我們有加高的圍牆 但是其實當孩子他在衝動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一些很失控的舉動 所以我過程是有牽著他的手的 那可是到二樓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開始想掙脫 他就說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不要電板了 我希望我出了電板之外 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不想上這堂課 因為其實從他衝進來 到我陪他走到二樓 其實大概過了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發現就是在這十五分鐘 他才講出了重點 因為他不想上這堂課 然後我就開始陪著他去理解 他為什麼不想上這堂課 那因為這個女孩有點胖 不是到非常胖 就是有點胖 然後這一堂課是他們的烹飪體驗課 大家都知道就是現在在上課 就是大家都知道 課程不能只有課程 還要活化 還要融入 還要有特色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願意當老師 很感謝大家 但是他就是要做一個那個烹飪的課程 但是這個烹飪課程要表演 就是要用一個 就是在組出來的時候 未來可能就是 我覺得現在比較辛苦的是媽媽 因為你都要幫孩子去想要怎麼做 那就是你在把你的烹飪這一堂課 比如說你是炸爆米花 你用盆最簡單的好了 你就是要炸爆米花 可是你在炸的時候 你要說 我現在要把東西放下去了 他問什麼 就是搭上了現在直播 就是抖音的熱潮 所以說你現在要放下去了 我等一下會爆出來 就還要有一些 然後這個課對他來說 他覺得非常的苦惱 那我就問他說 那這個跟電板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自己上抖音去查烹飪的時候 有一個人 也是個什麼廚師 他在做烹飪課的時候 他會拿那個電板去 他其實不是電板 是一個紙板 就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會有一個說明 然後他就想要做這件事 可是因為他去跟老師求救 他去跟這個烹飪課的老師說 他覺得他找不到電板 然後他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那老師因為很忙 因為通常課程複雜也會搞到老師 所以老師在說明的時候 現在現場的每個小孩 都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執著他的電板 於是老師就說 哎呦你不用管啦 你現在先把東西弄好就好了 你先去做別的事 然後在那個moment的時候 其他同學都笑他 就一起笑他了 就說哎呦你很奇怪 你就算沒有電板 東西也超難吃啊 就是大家去群體攻擊他 然後他就跑出去 然後就到了福祉中心來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孩子 他在校園裡面 其實當你去跟他談話的時候 會發現好像是課程 可是當我就是在回頭 就是在他發現他不想上這個課 於是我就陪著他就繼續上去 我發現他不想上這個課 理解的時候我就開始問他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其實這件事情啊 你有跟媽媽討論還是有跟 因為這個課都好難喔 如果是我我也不知道怎麼做耶 因為我很害羞 我沒有辦法就是在鏡頭前面說 我要怎麼紮報名 我說這個很難 你有問過誰嗎 然後他就說他的媽媽 他是他的媽媽 這是後來我們收集資料 他媽媽其實是被性侵之後生下他 但是也被迫就是媽媽跟性侵他的人結婚了 然後但是生下他之後媽媽就離家了 所以他現在是跟著外公住 然後他的那個爸爸他也沒有也沒有繼續 反正他現在的唯一唯一的一條就是這個外公 但是你外公呢他的職業呢 是一個非常獨特 現在可能會漸漸視為 因為我們有了網路 就是外公他的工作其實是那個 大家去他那裡帥曬師 四八打瓦 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少見的 其實但是在清北還是有 就是他他只是 然後他就出這個場地 然後他就去收人家租金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沒有定額的收入 那這個孩子他所有要的一切呢 都是在路口有一個阿醫 他知道他們家的狀況 然後他就把他撿到的回收 就是如果有一些可用的文具啊 或什麼就給他 所以他是這樣子來上課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調查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現在所在的那個區域 雖然大家都覺得他是偏向 有人聽過泰山嗎 辛北泰山 感謝有人點頭 因為之前有老師就是專服 考上專服他們不點的原因 他說那裡是片箱 我說其實他四八甲也是有點 房價也是有點高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其實是很驚訝的 那我想要用這一個案子來帶出來 是想要跟老師們互動的是 因為你們在每一個每一次的授課裡面 你們可能會發現孩子有一些特殊的狀態 可是他可能不是你一個老師會需要這麼辛勞的 去把他扣扣扣扣通通串在一起 你可能會需要花一些力氣 把他轉讓他讓他信任你之後 把他轉出來給輔導處 那學校社工師就在輔導處 辛北跟台北市不太一樣 辛北的學校社工師是我們在某一個學校 住區巡迴所有的國中校 也就是例如我現在人在志強國中 可是隔壁的志強國校或者是相對應的國中校 都會有一個社工負責 所以其實學校心理師也是 所以我們的住區巡迴我們就在現場 我們不是案子回到輔植中心之後 我們再派案出來 因為我們會知道學校的老師跟社工師們 我們每天都要對話 就像剛剛這個孩子 只要15分鐘可能就稍微找得到重點 然後再往下他可能已經要處理的議題都不一樣 可是有一些縣市他們是要到輔植中心 因為那個跟人力的配置有關 那如果說當你就是把這個案子 如果pass到輔植中心再派案出來的話 會有一些辛苦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社工師在校園裡面 我其實有的時候像我到一些地方去 就是其他的主任來找我 他就說那你可以很簡單的跟我們說嗎 我就說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這裡有社工系有嗎還是社會系 對 所以應該很熟這個圖 就是外面的最大框就是社會福利最窄的是 兒童少年保護 但是各位在這裡你們是教育系 所以你們會常看到這一個圖 對不對 這個是學校就是很久很久遠之前 叫做教訓府三合一 但是現在已經都不叫這個了 也沒有叫一二三級 現在叫做發展性介入性跟處遇性 我故意把它顛倒了 對不對 很棒喔 有看到 對 我故意把它顛倒了 為什麼 因為在教育現場的 你們常常看到的這個三角形 是反過來的 因為發展性 發展性是導師嘛 介入性是輔導出 主癒性是專業人員 我是用這個這樣子比較好分啦 但是我們其實是累加的概念 因為這一堂課你們應該會額外會有上 但是我是想要讓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把故意把它倒過來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 因為這是很吊詭的 其實兒少保護 他是主癒性的在教育單位裡面去做處理的人 可是我們說相對應在社會福利裡面 大家可以知道像譬如說現在的社安網 或者是家房中心社福中心 他其實的社工是比較大量的 可是在教育體系裡面 其實好像就覺得到了就是很複雜了 整個學校好像就撤場了 就這個我也不知道是誰要丟出去 這個是我今天想要來這邊跟大家一起做連結的 其實沒有的 其實當老師你從第一級到第三級 其實你都存在 只是我們累加了不同的專業人員進來 像比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很常看到的介入 介入會輔導的 輔導老師可能會去介入的可能是有疏忽 就像剛剛可能那個小孩子是當當臭臭的 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教學人 就是就學啊就醫可能會有一些狀況的 然後呢可能像一般的導師 一般的導師你們一進去 當你們當導師你們一定會發現 就會開始做的就是貧弱的孩子 可能比如說他的身心發展 有沒有達到什麼PR值 或者是他是不是符合中低或者是低收入戶 那但是呢其實他都有相對應的社會福利的政策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是需要 就是邀請各位跟學校職務司一起對話呢 因為在外面的社會局 他會很希望或者是外面的福利單位 他會很希望你們會會會希望學校 他也很期待他常打電話來說 我需要有一個窗口讓我可以把這些服務送到校園裡面去啊 因為像比如說就像司法好了 其實像保護官他在跟學校聯絡的時候 可能第一時間他可能聯絡了他的輔導老師 可是下一秒他的那個學務處會覺得說 欸沒有這個孩子很壞喔 我們一定要證明喔 然後因為通常保護官會跟我們調 就是孩子出缺刑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跟學務處聯絡 然後這時候學務處就會說欸這個我來聯絡就好了 就是所以會變成會我們會 因為司法師通常是教育單位的一個服務啊 通常就是只要有保護官不少年對來 通常就是學校很容易有個列隊歡迎的狀況 這個孩子就是能夠有這樣的人來了 所以其實會有非常多人有的時候 甚至層級會拉到校長 可是當你窗口很混雜的時候 其實保護官一定會覺得說 那我其實到底要跟隨對口 因為大家都很忙亂 可是我們有一個一致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回到孩子身上 所以這個東西是外面的單位 在進來的時候會有疑惑的 然後呢在現場的老師們 你們也會覺得說啊我好需要 就是很多人幫忙喔 像剛剛那個孩子 其實後來我們不但請了長照 因為阿公雖然就是去在開 在家裡開了就是十八塔拉的賭場 可是其實他有就是長期有需要洗腎的需求 所以他其實要長照 可是這個孩子他要怎麼照顧這個阿公 如果這個阿公去就醫了 那這個孩子怎麼辦 那甚至他們家裡的經濟其實是不穩定的 但是這個都不是統一一個社會局就可以處理 長照是長照的窗口 設政是設政的窗口 甚至孩子他可能要補救家庭補救窗的窗口 那這麼多的窗口要由誰來處理 都讓一個導師處理呢 還是都讓一個輔導老師 還是當初跟他就是發生友好關係的 碰登課的老師家政老師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一個連結 那通常我們在學校社工師跟學校的合作 就是這外面的世界 就是單一窗口是學校社工師 那其他的呢就是在學校裡面 學校裡面其實也窗口很多 因為輔導老師他其實要進場去把孩子服務好 他也要跟導師說好 要跟學務處說好 要跟主任說好 有的時候校長會希望你輔導他轉學 所以會有很多很多 所以學校的窗口跟外面的窗口 我們就是做這樣比較簡單的說明 然後我想說就是我在後面就是舉的例子 是我們非常非常通責 當你們到學校裡面 你第一年可能沒有遇到 因為你還很新 可是在你五年內一定會遇到的小孩 所以這是他的百分之五 不是這個大小孩 能不能給你平時 不必想其中 又不 indirectly 很疲倦 很疲倦 你好 你可以成功 挺好的 很疲倦 你很疲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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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很仰赖老师 其实在这样的孩子 其实老师不要害怕发现 曾经有一个 我们在跟老师们 谈话的一个空间里面 老师说 我都希望 我都不要看到就好 我不要遇到 我就是尽量 能够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说老师 其实 你只要发现就好 真的 就是未来你们到了校园里面 你们就勇敢的发现这些孩子 因为他会最新任你们 反而不会是最新任学校社公司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外来 今天我们在辅导处 可是大家认真想想 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在学期间 曾经到过辅导处 或学务处的有吗 打扫不算 上次有个老师说 有哦 我是负责打扫辅导处 那不算 就是其实他是很少的 所以其实对辅导处的老师来说 对孩子也是一个陌生的人 所以其实当你们 就是发现的时候 你可以给孩子一个机会 让他把它转出来到辅导处 让辅导处的人可以接受 那学校社公司这个时候 就会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我们会每合整个家库的需要 像新北的学校社公司 最近做了一个叫做 学校社公司的食物银行 因为大家一定会好奇 其实外面的社会局也有食物银行 很多的公庙也有食物银行 为什么你们新北的学校社公司 还要有自己的食物银行 这个食物银行 我们是为了学校的老师做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像这里有一些在职的老师 可能未来这些 你们都还没有经历过 应该也会实习 你们会不会发现 要去做家庭访问 其实是很困难 对 因为我们会带着目标去 一定是他通常有什么 我们要去嘛 可是呢 我们发现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 我们会需要特别的家庭访问 我们不是例行性的 他可能家里有一些状况 或者是一些特殊性 那我们就会期待 让老师再进去前 因为这是一个入门砖的概念 我们如果理解他们可能家里 比如说他的爸爸需要看护店 那你如果带了一个看护店 其实去拜访他家 一个是有符合他的需要 而且再来 你是关切他而进门 而不是因为我要检查你这个爸爸 因为就是长期卧床 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可是这个东西在外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食物银行是不可能 大家可以去找到 因为这是客制化每一个老师的需要 因为大家一定有跟社会局联络过 或者是像那个保护官 你在修社会工作 因为外面的食物银行 因为为了要管理 所以他其实是统一的状态 比如说米面凉头 米面罐头 他其实是一个一个食物包 其实是完整 是不太可能让你客制化处理的 可是我们在教育现场 我们会发现 我的班上有3号跟5号 我都要帮他申请食物银行 可是3号跟5号要的就是不一样啊 3号他妈妈因为不管他 可是他就已经在发育了 他营养好 这在座的可能 我一讲发展性内衣 大家可能会知道说 哦是什么是什么 可是其实在现场的家长们 他们压根就只想知道 对于就是在发育的孩子 有穿背心就好了 他有穿衣服就好了 可是对孩子来说 他们是会被羞辱的 他在班上只会被笑的 他甚至有可能被性骚扰的危险 可是这些东西可能 你要去拜访的时候 你来跟食药这东西申请 然后你去跟妈妈谈 其实你就不会这么卡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用讲的 很多老师都会说 我有跟他谈耶 我有教他耶 可是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他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很能够自主学习 甚至是类化推演的 你们是很优秀的一群人 可是对于现场的妈妈 跟爸爸来说 你没拿东西来 我不知道你说他话啊 我发展症 他就有像调家 那调家本人家的 我感觉都不错 都够够够够欺憾 但是这件事情 跟她的发剧是迷惯 但当你没有拿东西给他看 他可能会很疑惑 所以其实 当你发现的时候 学校生活师 他会也没合家户的需要 然后在现场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有一些教育性的东西 就会需要老师们帮我们 因为这是你们的专业 我们可能就是带的东西去 也让大家户 就是渐渐就是有一些支持了之后 他会发现说 学校不是只有讨厌我们 他真的想帮我们 所以你要认真的去跟老师学 那这个时候你在现场操作 就是你放进去一些媒材 融合在你的教育课程里面 不管是你要融合情感教育 感恩教育 或者是卫生教育都可以 当你如果有这些的操作 其实你也会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这是在家庭失衡的合作 然后也很多人会提到说 啊孩子很可以很会变坏 因为他们在外面 只要一不来 他们就会跟中错生在一起 可是其实在我的现场的理解里面 其实都是环境 其实没有真正想变坏的孩子 谢谢 讓我查看 讓我去找你找我笑 讓我去找你 我都很難看 ерão v v va se 超像是一段落的 你也不想到我 我才是一段落的 我才是一段落的 我才能看到 我才能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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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多少 你不看見你 我每一天都不看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观看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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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otan Dream 告外三位 因为他是广告 所以他最后都会有一点突如其来 他其实在广告音乐 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一个很有触发的感觉 是因为其实你在教育的现场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孩子做一些很突兀的事情 不是刚刚那个弹吉他 而是孩子们对孩子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 因为不一样的孩子被笑很容易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路上 你做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也很容易 比如说他可能染了金髮 或者他产生很容易被看到 但是因为整个环境的接纳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接纳 那这件事情是老师们你们要跟着我 跟着学校社工师 学校社工师也很期待 就是学校的老师可以带着我们 一起去让孩子们去感受到所谓的友善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孩子 他被抛出来给学校社工师 学校社工师要建养操作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得回到校结人跟班级里面 那我就会需要老师帮我们做个桥 甚至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教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可以融入校园 因为其实有太多的孩子 其实他特殊 但是因为环境不接纳 所以他就往外去 在有关就是孩子他很重要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有关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孩子 其实很多时候像皇冠就很清楚 其实所谓的帮派 其实他很难被定义 大部分他们都是群聚 那因为我们如果要说这个孩子 他参与了这个帮派 他其实帮派 他被定义到有没有从事非法行为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但总之这个孩子 他已经先在外面做一些群聚 他可能有一些违法甚至被害 那这个时候学校的老师 我们就会邀请大家一起帮我们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的有关关系 其实在学校里面 老师或者是辅导老师 甚至是其实我发现 就是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发现体育老师跟音乐老师 其实是我非常好用的一个好朋友 因为呢一个是体育大家都喜欢 然后体育老师就相对就是 好像规则性跟教练性 就是对孩子来说 其实是比较容易知道他们在外面 在哪里跟谁比较友好 那音乐老师是 可能就音乐可能很好治疗吧 所以其实音乐老师 其实也很容易帮我们发掘 那体育老师 我们特别有一个好好助 是因为他很容易发现 孩子到底有没有怀孕 比如说他硬要上来的时候 就不上来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体育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好 也是一个好伙伴 所以但是我们下一步 就是学校社工师接手的下一步呢 我们可能就要去协助他蛮复杂的司法 那其实 呃 现在在司法的案件里面 其实刚刚大家从保护官这里 都能够听到好多很精辟的理解 跟我当初在当学校社工师的时候 就是跟保护官合作 就是那时候我就会希望每一个司法人员 都向赖保护官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 这个真的是少数你们 所以你们请到了一个很好的讲师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司法 其实进去的时候 你们要先通过好多好多关卡 你们可能要先遇到就是做笔录的警察 那个司法的警察 他其实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孩子 他可能在第一步 会开始往后退往后退 比如说很单纯很单纯 不要讲帮派了 因为帮派他其实很多是违法的行为 像比如说性侵害的孩子 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他在被询问 即便现在有非常多的好的司法的体制 比如说是像检程 或者是可能加防中心 但是当他在第一次做笔录的时候 他要去审视 甚至说明自己到底怎样被侵害 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不逃 当下为什么已经跟他第一次碰面了 你还要去第二次 你明明知道他在跟你约炮 你还去第三次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想去 你是不是也有喜欢他 就会有一些就是属于这些单纯的价值观 就是对孩子来说 其实那是一个很复杂 很漫长的历程 那这个时候 其实学校社工师进来 他其实就是陪他走过这一段 很复杂的历程 但是我们会在很多重要的时候 会邀请他的重要的老师一起进来 比如说他可能要转换 就是司法安置的地方 或者是他可能快要出庭前 他可能在出庭前的十分钟 他想要跟老师吃早餐 我们会邀老师 但是在这整个司法的诉讼里面 可能就是在学校里面 其实没有这样的人员可以协助 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啊有家房中心啊 但是家房中心的社工 他是针对被害人 可是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先有一个 能够跟我一起有一个理解是 其实这些参与帮派的孩子也是孩子 他们也是有需要的 可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打人的 他们可能是去泄斗的 可能是把人家的裤子脱下来 点那个冲天炮塞进人家的肛门了 可能是这样子这么坏的孩子 可是在司法的历程里面 还是需要有人陪他走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 把保护官的期待跟司法的控制 可以延伸回来孩子在教育里面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学校社工师可以操作 但是也很很期待 就是有学校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 因为这个很复杂 然后如果要让葡萄老师 或者是现场的教师 导师陪他孩子一步一步去走 一定会很困难 就会变成孩子 教育跟司法其实是脱钩 这是可惜的 因为其实有人等的孩子才会回家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 好像走了司法这段 他回不来了 可是其实我真的有很多的孩子回头 可是那是因为有学校的老师 跟他的家长愿意等他 这是我很真实的感觉 就是有人等的孩子才会回家 那我们学校社工师在 就是整个司法的体系 我们有做了很多社区的据点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就是带着学生去跑他们所有觉得喜欢的资金店 或者是就是他们会处理施行的地方 我们他们叫刑场 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 后我们跑完之后我们把它做成小册 然后我当时是学校生工师 我就跑每一个分局的派出所的治安汇报 然后我去把这个东西去交给他们 所以是不是可以一起就是帮我们多留意 因为我们想要减少小孩子被害 但是我们也要让孩子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校园外的安全角落 可是就学校的学务处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其实交给社区联群 或者是交给少年队 反正都会有人在做 可是其实这是孩子会跟老师对话最真实的声音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影片我就不播 这个是在讲一个辅导团队 其实这个妈妈她是用很多很具体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这个影片是我有一次偶然 就是我会定期上去找影片 然后我偶然发现的 因为这个妈妈她用了很多的示范教学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很 也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理解跟尝试 只是因为其实中措可能是未来你们进到校园里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会附和在你身上 我们最近在有一个新进的辅导老师 他才刚考上去年才刚考上 然后他来我们辅志中庭 他就说我觉得我们主任真的是很神经病 因为校长希望他临中措 他就来叫我要临中措 他每天都说现在有一个中措生 就叫我去把他找回来 他说这是我专服的责任 我觉得他疯了 我怎么可能找到他回来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啊 他是疯了 因为不可能你一个人找他回来 而且他回来也不知道去哪里 因为其实一个孩子他要进到校园里面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校园他是一个有硬体有软体 他是一个规则跟情感非常融合的地方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要回来 去福音你们的规则 我们一定要先能支撑他的情感 所以其实在就是中措高风险 因为有可能在 因为我们现在把那个累计49天 变成了高关怀的学生 那中措是三天以上 那像这样子的孩子 其实在一开始 我还蛮仰赖导师来帮我们觉察 他开始不来 一开始不来的时候 其实就要让辅导处可以接手 因为等到他真的都不来 他在外面开始有一些拉力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困难 就当开始觉察之后 我们会跟学校的老师 我们会有设计了很多适合学习的方案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学习的方式 所以像我们今年 这是我们历来就是学校设计师做的相关的方案 那像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冬天 我们已经不叫做韩帆明队了 我们叫做东游记 整个西区新庄泰山树林三甲英格 我们用东游记的方式 我们跟辅导老师一起合作 辅导老师就是大家要来竞赛 就是我们总共有16所学校 然后这些国中的老师们 就会带着孩子去找25个景点 大家有玩过定像吗 就是去拍25个景点 然后我们来 就是这个主题叫做邀请谁来我的学校 我们就让学生去理解所谓的优势 就是你其实找到学校很 但是学生很可爱 就是给我拍了笑狗 我想说笑狗到底要去哪里找 还有乌龟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就是 因为学校设计师在社区外面 所以我们跟外面的 我们这次是跟辅导大学 还有就是台北大学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社区的连结 然后也可以搭配学校老师的课程 一起来针对就是中措的孩子 一起去处理 那其实真正的梦幻团队 它其实是很多元的 所以其实有辅导老师很重要 很专业的行政很重要 很专业的行政是很重要 然后也别忘了就是我们有一群 从103年开始进到校园的学校社工师 好谢谢各位